杨代院表示,这次医疗科技展的内容,包括电脑断层扫描3D列印模型协助肋骨骨折重建外科手术,软式输尿管径搭配高功率雷射,多功能体外震波治疗仪,以及胶囊内视镜和小肠镜等等,都是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。 现在这个最新的胶囊的内视镜,它大概就跟一个鱼肝油差不多大强,那也没有什么侵入性,那它你就把它想成来在一些微型的摄影机,里面有跟你们大哥手上这些摄影的器具都一样,有镜头,然后有发光的东西,可以打光,可以照相,那我们就很轻松,像你吻保健食品,散准鱼肝油,吞下去,它在小肠里面一秒钟大概就照两张到六张的照片。 等于说先定做好,在身上手术的时候就直接上去,又快又准,然后就是会减少手术的一些风险,那这就是从,大概我们接受医疗展的这个计划,我们大概做了十二里,成果就是在这边,时间从四个半小时降低到两个小时。 假设里面的一个石头,然后再配合着,就是说,配合着镭射,把镭射放进去以后,然后直接在这个石头上面把它击碎,可以做一些,就是说我们以外征破做不到的事情,然后这是一个比较能够一劳有力,然后处理的干净,然后肾脏又不用打开,又不用打,又不用穿刺。 院长表示,阳带医院除了是阳明大学的附设医院,也是宜兰人首选的大病院,医疗团队当然要努力不断突破创新,让南洋医疗科技与时要紧。 肠胃科的检查方面,以前小肠是个弱点嘛,很难检查,现在我们有小肠镜,也有小肠胶囊内视镜,那在密尿科方面呢,我们用碎坡的,它可以增进血液循环,然后减轻摄物腺的疼痛,也改善某些性功能的障碍。 医院今天也在南洋医院区展示这些科技医疗心力器,让民众抢先体验,欢迎来, 欢迎相亲踊跃响应,宜兰新闻记者,赖福新采访报导。